不远处 一座六公里长的跨江大桥 帕德马大桥 已经开始在中国工程师手中建设 这座工铁两用大桥 建成后不仅将连通孟加拉国南北 还将成为孟加拉国直通中国 缅甸印度的重要枢纽 第一个重要的工程节点来临 工程师沈涛和他的同事 要把一根世界上最长最重的钢桩 打入帕德马河床中 在帕德马河上建桥 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孟加拉国地处恒河与布拉玛普特拉河 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 属于典型的冲击带 帕德马河床下 110米水深处 依然是松软的泥沙 找不到坚硬的岩石 而且 这里的水流速度 每秒可达5米 在这样的水流和软泥河床上架桥 桥墩的主体结构钢桩 至少要达到120米的长度 才能确保大桥稳如泰山 120米相当于40层楼高 这个义务场又重的结构 它要下水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承担运输和吊装任务的重型装备 已经集结到位 得到 这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的施工方案 中国人要把120米的钢装分成两节进行组合安装 因为世界上既没有任何起重设备 可以完成120米长的巨型钢结构部件的竖直吊装 而且也从来没有将一根钢装分成两段施工的成功经验 今天中国人要把理论上的施工方案变成现实 夜幕降临 第一根钢装即将入水 三十多名工人正用钢篮将钢装拖拽成倾斜的姿态 固定在导向架上 中国工程师自主设计的导向架 在三级定位控制下 可以将钢装定位精度调整到二十毫米以内 钢装要沿着导向架倾斜下滑 以十度的倾斜角度入水 这是入水前最关键的时刻 角度稍有偏差 都会影响未来钢装的受力 四条直的腿的话 那本来会容易翻的 那如果用是一个斜的四条这个腿的话 它会有个水分分解把它撑起来 那这样会相当于要分布一些稳定性 首节钢装按照预定角度完美入水 此时这个形式铜龄 重达三百八十多吨的两千四百千焦 液压打装锤 以吊装到钢装的顶端 这个大功率液压锤 是为帕德马工厂专门设计定制的 它将把钢装打入河床深处 技术员正密切关注 风速 流速 电压的变化 每一个参数都会影响打击力度 这将是世界上首次超长超大直径的钢鞋装插打 以多大的力将钢装打入河床 全世界都没有可以借鉴的工程数据 那六十的话 看起来 它最小就能六十吧 根据今天的气象参数 和沈涛他们上百次演练的经验 第一锤打击力度定为六十千焦 这边已经准备完毕 随时可以开发 请用最小的那辆六十千焦 扳机一锤 三连机看一下 三连机 根据不断变化的风速流速 沈涛他们需要不断调整打击力度和速度 二十个小时连续作业 帕德马跨河大桥第一根主蹲底节钢装 成功嵌入河床 此时长五十米的第二节钢装 也已经运达指定位置 这一次两节钢装要在空中完成对接 这是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风险最大的时刻 起重船要始终吊着第二节钢装 让它悬停在第一节钢装上方 两节钢装的接口要控制在五毫米之内 才能确保焊接顺利进行 帕德马河夜晚的风速和水流比白天平稳 焊接选择在夜晚进行 悬空焊接只能由人工完成 二十米高的平台上 三名焊接工人要将两节钢装融为一个整体 它们要打破的是百米钢装无法施工的国际魔咒 两节钢装的接口深度达六厘米 最内壁的接口缝隙只有五毫米 完成这种焊接采用的是堆焊 焊枪深近六厘米深的内壁 工人必须长时间攻下腰身 手上重达四公斤的焊枪 也要保持固定的角度 匀速移动 任何一点大的摆动 都有可能导致焊凤变形而前功尽弃 钢装周长将近十米 焊接整整持续了九个小时 下一关考验的是焊凤的强度 焊凤必须达到甚至超过 钢装铜体本身的强度 才能经受住锤净 液压锤击打钢装的声音 再次在帕特马河上响起 这一次击打的时间 要比第一次多出近四个小时 为了降低由此带来的热量 需要不断注水给钢装降温 长时间的击打 长度近十米 厚度达六厘米 宽度达五厘米的焊缝 没有一丝裂痕 历经四十八小时 总长一百二十米 直径三米 总重五百五十吨的 全球最大的桥梁主吨钢装 稳稳地嵌入河床一百二十米深处 这是来自中国的六百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七十一台设备组成的装备集群创造的世界新纪录 运动是好 成功的工作 我希望将此结束 这一切更剧 我的天 这是一个巨大的 怎么码与我们会成功 冒独贷 我们可能因为不可能 现在我们相信 是一个一个好公共的 好管理 这些公共的成功 应该尽到我们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